台股今天跌了598点 但是矽光子今天的表现 您能看得出来台股今天 跌得这么的重吗 题材在于上个礼拜台积宴 找来了软体大厂叫ANSYS 他说我们一起跟辉达 还有跟微软来进军 整个的矽光子我们增强战力 不仅如此群创找来了超微 好当然这个题材 之前已经大涨过一波了 于是有人要问了 这些厂商获利 目前看起来没有进账大补完 所以现在操作矽光子 还有热度吗 到底要拼的是基本面的获利 还是拼胆势 关键我们请您上台来 矽光子联雅 在今天一度逼近涨停 联军上个礼拜创历史新高 还是居高不下 这个族群接下来怎么运动 好的我想观众应该跟我一样 都是矽光子的先驱 早在2023年的4月份 我们跟大家谈CPO 我相信投资者有兴趣回去看 对我们谈CPO的时候 那时候跟他谈到上权 股价那时候三十块钱不到吧 对不对 我说这家公司很神奇 他在他的公司网账上面 放了CPO长什么样子 我们今天就不秀了 因为我们秀很多次了 那时候还看不懂 对我也看不懂 没有人看得懂 现在每个人都懂CPO了 等一下我们会秀出别的公司 也开始秀CPO 而且当时我发现到 还有一家公司也秀CPO 那家公司美国公司叫博通 所以如果你当时有买了博通 买了上权的 现在报酬率是N倍以上 现在上权已经来到将近200元了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里面 你会发现到 刚刚其实写的没有错 没有人有赚钱 赚钱都赚那么一点点 尤其台湾这些公司 尤其最近最飙的联雅 联雅有没有赚钱 有上个月0.01元 所以到底要怎么办 其实我跟大家讲 你放心好了对不对 但是你要做对股票 我们今天跟大家提的股票 应该是做对的部分 你放心好了 因为这些公司 明年的商机会变成业机 我指的是明年 现在很可能是怎么样 第四季开始可能就有这种 这个加温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刚刚这个祝华提到 其实这个是上个礼拜辛苦 ANSYS这家公司跟台积电 在上个礼拜宣布 跟微转去试验成功 那这个试验成功试验什么 他把这细光子东西放下去模拟 用这个微转Azure的一个NCA100V4系列 A100这个应该指的是 这个应该说灰达的A100晶片 他说这个去虚拟机器 虚拟出来 用灰达的一个加速运算结果 他发现到这个东西 这个光速模拟的速度要提升10倍 当然这个图 我想这图大家不用看得懂 没关系 但你就知道就从这边这样一路上来 对不对 10倍是指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倍数从前面 他用各种晶片去模拟的结果 然后告诉你性价比如何如何如何 我想你只要知道什么 他提升了10倍这样OK了 所以如果没有这么大提升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 为什么用矽光值 因为传输速度会变快 然后什么热能会变少 那如果没有提升10倍的话 你干嘛改用矽光值 矽光值比较贵 而且是贵非常之多 那当然你看到台积电实验出来 好像这个10倍做得出来 这是用软体模拟的结果 再来再看下一页 再看下一页 事实上包挂这些东西 老实说过去我们有提到过 台积电这次的这个北美论坛 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完成什么 Coupé的技术认证 这Coupé不是双门轿跑车 不是说双门的轿跑车 不是这叫做紧凑型的通用光值引擎 这听起来非常饒口 而你要知道这部分的这东西 其实实验的速度 当然都非常非常快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只是把它插在外面而已 可是接下来怎么样 要封装进去 那说后年要整合了Covas 把这个光连接导入封装中成为CPU 所以现在他明年开始是Coupé 这个Coupé而已 但是到了后年开始 整个接在一起 如果等下看不懂 等下跟他解释一下 然后其实在此之前 其实台积电就已经跟博通合作了 博通其实已经打造完 采用CPU封装技术的AI晶片 预计明年亮相 可是现在他出了一个demo版 我这边特别从博通网站抓了一个demo版 demo版长这个样子demo版 那这个东西怎么样 你看过去我们刚刚讲的 过于可能用插 就是一个插槽 然后插进去用plug in的一个方式 现在怎么样 整个封装进去 那这一块就是我指的说怎么样 采用CPU封装AI晶片的demo 他说这是今年3月他所发表的 他的光引擎的速度 高达了6.4的TPPS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也包括 这是现在你看到 在博通网站上看到 因为demo做出来了 那博通有个技术蓝图里面看到 2027年2028年 还要再升级版的晶片陆续推出 那你说提博通干嘛 怎么不提这个挥达 现在状况是这样子 挥达占了90%以上AI市场 所以呢 这个你要跟挥达一拼高下 除了晶片之外 传输的速度里面 挥达一个东西叫NVlink 他传输都非常非常之快 现在有办法跟NVlink拼的是谁 就是博通的东西 对所以你看到去博通啊 其实你现在说 你接不到汇达订单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接到博通的订单 你一样有机会大涨 我们谁接不到博通的订单 等一下会跟大家报告 好不好 所以呢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细光子里面 我们跟大家讲 当然现在你会觉得 股价很贵 可是你看到今天的大盘跌 598点 为什么联雅会涨7.98% 他不是没有理由的 下一页就会有联雅 我们等一下再跟他报告 我们先从第一页来跟他报告 其实最近上个礼拜 外资大和国内刚出了一篇报告 是写全新的 过去我们看全新的看PA 手机卖的好全新就好 其实不是 这次大和国内告诉你 我看到的不是PA 我看到不是这个手机 他说手机部分他是调降的 因为大家知道这一次iPhone 理论上是卖的不好 他说怎么样 他说联雅的 他说这个全新的800G的PD 已经准备量产 什么叫PD PD叫做光电二极体 他是把光变成电的半导体的器件 那这部分的800G的PD 他是说去配合客户的细光子搭配 明年开始贡献营收 所以你说他今年获利不怎么样 明年好不好 你把时间拉远一点 看到明年 然后呢 事实上除此之外 事实上过去我们业绩也看到 其实CPU雷射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 如果每个都会做的话 每家公司都像联雅长那么多 现在CPU雷射 只有联雅跟全新有能力 对不对 而且还传出来说 雷射四彩已经通过客户的验证 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到 明年全新可能又会非常之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我们从这个全新的法说会 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全新在之前稍早之前提到 2024年展望里面有提到 其实这部分最重要 你看其实什么3D感测 AR VR这些呢 好像都没有那么多 不过你可以看到 其实都不错啦 那我们就从这资料中心 高速连接性里面 刚刚提到嘛 对PD for 800G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光电的一个二极体的一个器件 然后呢 用到800G去 还有什么 V-Sale for 400G 然后呢 V-Sale就是我们提到什么 这个垂直共生面色型的镭射 过去这东西 其实多半而已 你看到就是文貌嘛 对不对 文貌这个弄在手机上面而已 另外不知道什么3D感测 AR VR还有未来驾驶引擎部分 其实这部分的应用性是非常非常之大 而且你看这边强调 V-Sale也到800G 对不对 还有什么LEO 就是低轨卫星的什么 这个太阳能电池里面用的到 刚刚我们才看到 其实上个礼拜 它的股价创历史新高 飙翻天了 真的非常之厉害 它主要做什么 做雷射封装的 那为什么它股价会飙翻天 飙那个样子 而且我告诉你 其实这只是中间 这边应该是三腰而已 因为他有一个客户 他的前段封装客户四占升 这个客户呢 据了解叫什么 叫做甲骨文 Oracle 然后呢 这光通讯呢 事实上现在占年纪 营收在百分之四十以上 明年可能占更多 然后呢 他这大客户 我们刚刚讲这打甲骨文 加单加到什么程度 从六月份的时候 他下10K的单值 现在呢 明年说下70K到100K 目前以产能规划来讲 对 以产能规划来讲 年底在顶多扩升到五六十K而已 可是明年可能到100K 10K到100K 这个是增加的幅度 是非常非常之大 因为他每个月 可能是只有10K 10K这样增加 那你看到为什么会这个情况 因为Oracle 因为甲骨文呢 他最近要推个东西 叫做叫做ZETA Scale ZETA Scale的云端 云端运算重极 ZETA是什么 ZETA就是10的21次方 那我们一张 刚刚看到什么什么6.4T 刚刚刚看到这博通6.4T T是什么 Trillion Trillion是10的12次方 那刚刚我们看到800G G是什么 G是叫GIGA 这个用中文叫做G G是10的9次方 所以你看到人家 甲骨文是要推到21次方 这个9次方都快要翻倍了 对不对 所以甲骨文是 推这个所谓ZETA Scale的一个 这个云端重极之后 事实上他马上把他的自己的目标 提升到变第五大的一个CSP 好 我们看一下联均的K线 好的 我想其实联均的K线 我们给他再缩小一点来看好了 因为我们刚好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我跟他谈过联均 在这里 有76块钱 没有错吧 这应该在五月二十几日的时候 你看他涨了超过100元 来到202 上礼拜这个黑K 看起来很难看 可是你看到 他们因为这根黑K 今天继续跌下去 今天还是有人敢买 而且其实我没有记错 今天投信好像是小幅度卖超 那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说 我们刚刚讲的ZETA Scale 那个未来的商机实在是非常大 而且其实他不是只有甲骨文 只是说我们目前看到报告里面 只有甲骨文 他有别的订单 所以你说他现在的价位 还在半山腰而已 对 所以当然我不建议 你明天就去追 可是怎么样 有拉回来 其实就大概 其实拉回大概就这里而已 有拉回来 其实你应该是要奋力的去承接 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明年 把商机化成业绩的其中一档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是蛮看好他们的 OK 好 那这是联均 上个礼拜历史新高 相较于联均 还没有价位这么高 来看到联雅 好的 我想联雅 联雅其实过去挂牌的时候 又是挂牌极高点 最高我没有记住是六百零一元 对 对 我们可以切一下联雅的那个 我们切下月线 月线比较快 时间到最早最早 切下月线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记得没错是六百零 再缩小一点 六百零一对 挂牌极高点 就真的是很久以前 你看过六百零一 我相信套在六百零一元 早就停损光光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这一次 这是月线 你要看到 他月线的底 经过这一番的大涨特涨之后 这个这个不叫主抵 这个真的是晴天冲天炮 这冲天炮 这不叫主抵 可是你看到 能够冲破这个长期的三百元 左右成理区的话 这是何等之神手 我只能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很厉害 我们刚刚讲 其实客户的第一首选 绝对是联雅 第二才是这个 才是这个全新 来题材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题材好了 事实上这个联雅部分 他2009年就跟英特尔 发展矽光产品 所以你还不知道 什么叫矽光的时候 他已经跟英特尔爱的死去活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知道 他的800G的矽光雷射 需要他的需求持续成长 因为这个800G矽光雷射 要用在哪里 他就是说这个CPU里面 其实现在最缺的叫什么 连续波长的雷射 叫CWLD 这部分事实上缺的不得了 所以这个是联军的专长之一 我们刚刚看到 雷射雷金嘛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一波涨上来 跟一个工期有可能大关系 也是业绩大部分成长 船 先跟大家讲是船 因为我们不要 不好意思讲说 到底真的假的 不过我告诉你我讲的东西 其实十之八九都是真的 船接到陆系订单 哪一个陆系订单呢 这家公司叫做中继续创 中继续创这家公司 事实上是应该是 中国最大的光纤通讯公司 那这个订单 据说我指的是矽光订单 他说比目前公司营运规模还大 法人姑单月将贡献 1亿以上的营收 现在的营收 一个月就1亿 那当然听得懂了吧 为什么我们说矽光 只是倍数成长 这个单子单月会贡献 1亿以上营收 人家敢这么玩法 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看一下K线图好了 事实上你看到他股价走势 他就这样 其实大概消息出来 在这附近 那我相信在消息出来前 一定有人知道 有这个中续光纤的单子了 消息出来之后 你看到他几乎就没有跌过 今天598点的下跌 他竟然可以创下新高 来到299元 所以我认为你要想到 现在的一个营收 大概1亿左右 你看到单月1亿是0.01 可是他当他怎么样 当他营收跳到2亿的时候呢 对不对 这个东西什么突破 属于2平点什么等等的 这个接下很可能 单月都有赚到1块钱 来下一档怎么看在迅芯 那迅芯也是整理很久的股票 我们大家知道 其实迅芯这应该说 今年从这个今年去年 从这个蒋霸 就是这个蒋上益 接任董事长之后 去股价涨了好大一段 因为呢 蒋霸跟台积电关系很好 那迅芯事实上所做的是什么 后段封装这部分 他2008年就切入 光收发模组市场 你看人家联雅 2009年跟英特 他也不输啦 只是说没有那么厉害 是2008年切入光收发模组市场 现在你讲光收发模组 没什么好听的 如果讲到CPU 你就很厉害了 对不对 那他也拿下了 博通LPU跟CPU的一个 光纤正列封装订单 这个叫FAU 等一下下一页 我们看得到什么叫FAU FAU的订单 那LPU是什么 LPU是用可插拔的 这个光学模组 就我们讲到现在 现在用的是什么 用Plug Plug-in的这种光学模组 可是未来是要封装进去的 所以LPU 可能是应该说CPU的前一代 博通LPU跟CPU 他有拿到FAU的订单 另外800G的一个CPU 是有机会打入全球CSP 这一部分是谁讲的 这部分是他法说会自己讲的 有机会 可能现在还没打进去的意思 另外还有什么 51.2T的交换器产品 明年量产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是他法说会的一个内容 我们把它简洁下来 其实我跟他讲 其实过去 画CPU的人很少 包括讯星 你去年网站里面 你也看不到这一块 你在法说也没看到这一块 可是这一次 他这一次法说 也不过在几天之前的法说会吧 他告诉你 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做什么 这每流都画嘛 对不对 什么现在是什么 可插拔光学系统 我们刚讲到LPO部分 现在未来是CPU 对不对 那内容图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大家解释过很多遍 我们来看他做了什么 他在CPU技术里面做了什么 他说可以做什么 微光学器件FAU封装 我们刚讲什么光纤阵列封装 另外叫他说 接下来 这是他接下来 他努力的重点 叫什么 未来 ASIC晶片或先进封装的形式 他们也会做 为什么会做 其实信息在过去是什么 做SIP 叫SIP 就是系统级封装 所以他本身对封装技术 他就很在行 那我们看一下K线图好了 事实上 这是这几檔股票里面 其实好像感觉上比较 K线图比较平易近人 可是就是因为 他法说会完之后 是一路跌下来 对不对 跌下来 我认为是给大家制造大好机会 最好当然你会怕的人 你等这个缺口回补 那如果你不会怕的 我说真的啦 明年都有机会 业绩可能有倍数成长的公司 拉回来 你不趁拉回买 难道趁他喷出到什么 创新高再买吗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了解 谢谢关青 请先回座 台积电现在要揪伙伴 来力拼细光子的战力 所以谁可能从中得力 就给你做参考了 接下来谈一谈发歌 人家上个礼拜本来要攻了 结果无奈碰到了 在今天亚洲股市 除了入股之外都不好 但是题材还在 10月份 号参使世上最强的晶片 即将要问世了 在这一次 有机会让IC设计 上演第四季的 绝地反攻行情吗 休息一下 玉堂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